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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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死皮赖脸地 黏着他的 我就想 有个住的地方 然后找个工作 钱 我一定会还给他的 我也不用住得很好 只要有张床就行了 这 这一个小姑娘家 这怎么行呢 要不这样吧 反正这房子挺大的 你先住下来再说 那怎么可以 太打扰您了 而且我听说 锦西的未婚夫也在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没关系 一会儿他们回来 咱们慢慢聊 好 来 快吃吧 来 谢谢 来 吃吧 我听颜希说 你们姐妹 从小一起长大的 感情很好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让颜希 先住到客房再说 好 希希 你不会怪奶奶 多事吧 怎么会呢 奶奶 我知道您是好意 那这样吧 等锦西的表姐 找到工作之后 我再在公司附近 给她租一套公寓 这样对她也方便 锦西 你觉得如何 顾总 太感谢您了 奶奶 我有些话 想和表姐单独聊聊 好啊 你们姐妹啊 好久没见了 肯定有很多提及话要说 奶奶 我送你回房 对了 明天我还要赶飞机 你们俩聊 我的房间在哪儿啊 表妹 跟我过来 你要干什么 我跟老夫人说的都是实话 为了给妈妈治病 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收敛我几天怎么了 你要住多久 住到 你拿到三百万为止 贺锦西 你别太过分了 我替你掩盖了真相 你还说我过分 你可真不是好歹 我拿到钱 你见到人 不好吗 苏妍夕 你现在可是占了大便宜了 我劝你知足 你别逼我 大不了把一切都告诉西成 鱼丝网破罢了 你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只要我不说 你就永远别想再见到妈妈了 顾西成要是有本事的话 就让她把全世界的疗养院 都翻个遍吧 不过 国外的医院你是知道的 只要住院费断交 妈妈就一定会被赶出去 她刚做完手术 又不会讲外语 恐怕 闭嘴 苏妍夕从小就笨笨傻傻 连她都能搞定顾西成 我凭什么不行 如果我能把人抢过来 到时候 一切就都是我的了 我到底该怎么跟西成坦白呢 我到底该怎么跟西成坦白呢 我喝杯水马上就回房 怎么了 没事啊 要是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告诉我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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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